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那歇了一宿 接着道路非常坎坷 好不容易下了大山 这一走就走了快半天 进入四川地界 130华里 我通常是按华里算的 这个不科学 就是里嘛 至少说明了一点 我的一天的路程也就是六十多公里 不敢和年轻人比 这130华里累得我够呛 下了山 直接进了一个小镇子 好像是余渡吗 昨天我有一次把这个说错了 把余渡说成那个陕北的一个小地方 非常小的地方 就是一个村儿 相度谈不上 我建了一家农户 直接淘完水壳 农户很热情 看我这个模样 很热情 茶壶拎了过来 烧的那茶 那个生茶 我也不懂茶 特别爽口 又渴又累 而且那个对我的胃也是一种滋润 这一路吃的也说老实话比较差 凑合着吃嘛 有这个水这么温润一下 那真是幸福透顶了 就在那一刻 我正在歇着呢 烟还没点上呢 我这一歇下就要抽烟了 烟还没点着呢 就风风火火的闯进一个农民来 我们抬头一看 他直接冲着我来 这个农民大概有五六十岁那个年纪 他一闯进来 就直照着我跑了过来 我要反映问题 我一张认向我反映问题 我这个模样是有什么嫌疑 是记者嫌疑 还是什么嫌疑 有误会我的 但是没这么迅速 把我认定为媒体 认定为记者 这个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也顾不上问他 怎么认为我就是记者这个问题 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 开始叙述他的这个故事了 冤情 又是一个冤情 怎么回事呢 他这一滔滔不绝就杀不住了 我几次给他递烟 我说您歇一歇 慢慢说别着急 我是想问一问事件的来龙血脉 仔细了解一下 何况我的摄像机还没打开 我是想把这个录下来 这是我的习惯吗 只见这个老人滔滔不绝地 我也听得是张儿和尚摸摸摸着头脑 支离破碎 断断续续 再加着那个口音不顺全懂 突然他自个儿停下来 眼神流露出迷惑 看着我 你不是记者吗 我说我也没说我是记者呀 看来我这个解释有点令这个老人失望 他仍然带着那种狐疑的眼光 看看我 又看看那个房东 我心想我也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让这个老人终于看出来 我不是他要找的那种人 就是记者嘛 老人很着急 他显然是要诉冤呀 他要把这个苦術传播出去 按我们文字来讲 传播出去 影响面再大一点最好 这是一般有冤的农民的这种 通常做法 这我非常理解 所以呢 我是一直在认真倾听啊 我觉得这种倾听啊 就是对他的最大的安慰 可是呢 结果呢 老人还是大失所望啊 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啊 这个房东也在旁边说啊 你就给他说吧 这人愿意听 说不定能帮上你忙 他们都相互认识嘛 这下子这个五六十岁这个老人啊 才又开始讲述他那个故事了 他那个故事我说一说 大概是怎么回事啊 他说有一个私人这个 应该是作坊吧 作坊都谈不上 就是农村嘛 就是但是施工队是无疑了啊 有那么四五个七八个啊 拉着车 带着炸药啊 等等就开始在他这个 离他家不远的这个山上啊 开始爆破取沙石 您说这是算是作坊吗 还是什么啊 这个当然不要紧啊 我们往下说 这个取沙石啊 就要爆破 这个半年左右时间啊 这个噪音啊 骚扰就甭提了 但是就是这个 老人这个房子啊 裂放了 连地面都裂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老人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住户啊 就离这个爆破区啊 他说也就是三百米 这三百米是很可怕的 我修过题了 我知道 山里啊 但凡要是爆破 修公路或打隧道 只要是露天要放炮 要干什么啊 在点火一瞬间啊 首先要清除一个方圆 三百米上的这个安全区 而且呢 一定要有安全员 大声的在山里边 传达这信息 防跑咯 防跑咯 闪南话啊 万一山里边有一个人 正在山上采药呢 干什么 说他就听这个 但凡爆炸以后 那个炸点 那个石子啊 甩出去多远 三百米 二百米 说了话 有时候七八百都有可能 一个小石子甩出去啊 我们就有学生连 休息的时候 在宫棚里睡觉 就在家里边嘛 我们都是住的那个纤维板 上面抹着铜油 做的那个纸房子啊 一年四季就住这种房子 那个小石子啊 从空中飞来啊 砸透了这个纤维板啊 直接把这个脑壳给砸掉了 那个高空远处飞来的小石子 那不亚于一个炸弹 而这个老人呢 他离爆炸点只有三百米 而且是每天被骚扰 每天在爆炸 你想他取杀石 最大一道工序就是爆破嘛 爆破下来的石子啊 把石子再运走 这就是他们的成果 他就得爆破 老人啊 说他的房子啊 就在这个爆破区之内 我说谁规定的爆破区呢 老人说 是他们说我是爆破区 我哪说我是爆破区呢 是他们老说 说这个爆破区啊 是他们合理合法 有执照的 那难道意思是说 你这个老人要从爆破区 搬出去 老人说了啊 这个爆破区究竟是谁定的 没个准 他们说是乡里定的 那就是政府嘛 就是彩石对这些人啊 他拿出的证明是乡里的证明 乡里呢 从大帽上来讲 说承认这件事情 您可以开采 那么他就应该具体规划一个地界啊 但是这个地界啊 乡政府就甩过来一句话 老号啊 去了多少次 就收到一句话 就是你们协商 要保证人员的安全 这不是甩手掌柜吗 大家听了也许觉得奇怪 这么严肃的一件事啊 怎么乡里就这样处理呢 可是在那地处偏远的山区啊 大坝山区啊 他就是这样 而且让我碰上了 老人说啊 我们家啊 就好像坐在炸药桶上 这一年四季下来 两年了 我们受得了吗 房子还没塌 等到他的那天 就来不及了 哎呀 我听老人这么一说啊 确实对他非常同情 但是呢 我稍微冷静想啊 这个老人呢 他就这样吵吵 而且听他讲那个情况啊 上下走动啊 甚至县里他都去了 成效不大 他似乎维权的唯一方法就是 哎 到处去诉冤 诉苦 可不 你看 今儿连这个诉苦对象都找错了 他不知道从哪听了一句 哎 就是我们说的媒体吗 通过媒体传播去这 这些恶劣事情啊 引起社会的舆论这个同情 哎 所以他把我认为就是媒体 闯进来就说 又是吵吵一通 大家一听就知道 这不是我们媒体 简单就能解决的 是吧 你说对了 老人这事啊 应该走法律 朋友您要听我说这话啊 您别说我说洋话的啊 您说现实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简单啊 您这也算个说法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讲这个法律 不管上头人 底下人怎么执行 但是我们先从这个法律啊 从这个路子上去走 您听我下来跟这个老人 怎么对话的啊 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就直接问老人啊 我说您冷静的想一想啊 这时候老人实际上 已经开始喝我们的茶 抽我的烟 他确实冷静了 我说您是不是有些盲目呢 你看你也就两年了 对吧 就让跑来跑去 抄抄来抄去 最终找到我 还找错了 把我误以为是记者 我就不是记者啊 我这么一讲 您是不是觉得 您这个维权路子 走到了绝路上 老人似乎气不打一处来 一听我这说法 我早都走上绝路了 叫天地不应啊 我脑子也瞬间闪过一个念头啊 屈原天问 这真是天问啊 我那一刻啊 跑了手 我就想到啊 就我所见啊 和所听到的啊 这个国度啊 全国上下有多少农民 在上下奔走 在发出强烈的天问啊 后来我就给这个老人说啊 我说您也别着急 您虽然找错人了啊 我不是律师 我也不是记者 但是呢 我就连我这个非法律人士啊 我也听出点问题来 老人这有 已经心脾气劲了啊 就说您说我听 我就问老人啊 我说第一 您说他们是官商勾结 他们有利益瓜葛啊 那您何以证明呢 你有没有抓住 他们的这个实证呢 人证物证 我想把这个老人啊 理性的引导引导 我说要是官商勾结啊 他就是利益驱动啊 如果是私利 这是一个说法 如果是公利 他还有一层合法的外衣 那你怎么攻破他呢 所以呢 首先你要取证 把这些事啊 理清 抓住相关的证明 不管是人证物证 还是文件啊 还是字上写 还是纸片上写的东西啊 你要抓住这个证据 甚至呢 他们在这之前交易的 那个过程啊 你也摸得非常详细啊 有一点是一点 查不到不要紧 但是一定要查呀 我看您是 对这方面 好像就没有考虑过 是不是 老人点点头啊 承认是吗 肯定是承认是 我又说 第二 您得取证呀 不能现在天天被人打着 就好像是被狗咬着 但是呢 这个伤口 你认他溃烂 涂涂药 到医院去看看 你得拍照 病例啊 这个 医师的这个诊断结果啊 还有你的医疗费用啊 这个 整个这个凭证啊 你要有这个凭证 把这个东西要一笔一笔的 落下来 老人说 这个容易 这个我可以做到 我全在家里搁着呢 我说呢 他们既然是政府 那你就应该去阅读一下 对方的 这是第三条啊 你应该阅读阅读 政府的有关文件 你要是读不了 你至少把这文件搜来呀 你比如他们说 这是退更还零 属于这个工程 范围之内的一个 一个什么一个规划 一个什么项目啊 另外呢 他们这个取山石啊 这属于矿产法规 规定范畴之内的 对吧 那你就应该找到 这个现一级 以致更高一级的 关于这个 矿产开发的相关规定 在这文件里啊 我相信您一定能找到 与你有利有益的 这个相关说法 你说是不是 听到这儿啊 这老头啊 似又明白 我那时候感觉 我有点像 那个救世主的感情啊 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呀 我至少知道这一点 而我知道的这一点呢 也仅仅是 法律之外 法律之外的那种 非法律人士的那种 常识性的分析啊 我看到老人不断的点头 自有所悟啊 我非常兴奋 我有心啊 继续往深处给他挖 给他分析 我又告诉他啊 刚才这个第三条 说的这些相关文件啊 这都是公开的呀 你可能不上网 我知道啊 您这个孩子 哎 邻居孩子 只要上学的孩子 他总有上网的人吧 你让他们帮你找一找 这些信息啊 都是在网上公开的 除了在网上公开的之外呢 我就不想给他多说了啊 政府还有信息公开 你还可以到有关政府机构 去要求公开这个信息 何况您这个还不至于到那样 就网上就有 我就告诉他啊 第四条 也就是最后一条 很重要 我也不知道什么说 就理出了四条 那是我的思路 特别清晰 我说你掌握了之前的这些东西以后呢 您就可以走法律的路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老人一听 我说法律啊 法律没用 马上就这么一句 给我怼了回来啊 他们是官商一气 法律 就算是他们有法 也不会像是我呀 这是通常农民 都是这样讲的啊 法律就是他们定的 我说错了 法律不是他们定的 更深的东西啊 我也知道说不清 但是这个老人就坚持一点啊 法律是他们办的 我不知道他这个办的是什么意思啊 土话嘛 就是他们办的 但是我理解他说的那个意思啊 既然是他们办的啊 对老人也就不利啊 我就告诉老人 我说你自个儿把自己办倒在这了 法律本来是给公共执行的 给你的对方 就是爆破那一方 和你共同颁布去执行的 您却自己把自己搁在了法律的门外 您说是不是 老人说你这个说到 我都听着挺舒服 但是呢 怎么具体去实施呢 谁替我去实施 谁替我去主张这个公正呢 而这世上有没有公正的人呢 也许你们城里有 我这大山里头 我们这山里边 我说这样吧 你不妨开始走这条路子 走这条路子啊 就要去法院 或者去仲裁单位 比如说协调 政府协调等等啊 他就要出去 对你处理的结果 他不出 你要求他出 法院呢是会出的啊 不管是调解也好 或者怎么也好 他有个说法 这样一来呢 你就拿到了 可以和他们用法律 来维护自己权力的这种 支撑点 我听出来啊 老人听这听的是不太明白啊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给他 就是通俗的去解释啊 我说你 一定要走这路子 法律是为你 为我们大家设的 您拿到了他们的回馈啊 反馈 你哪怕重新进法院啊 你都可以拿这文书啊 作为依据 去跟他们去谈 老人说 这怎么叫做依据呢 我一想 这越来也说不清了 因为这要牵扯到律师 我总不能说 哎大爷 您请个律师吧 这种事我以前干过 他们一听就是 哎呦 那得多少钱 你瞧 他们就 到关键时刻 钱把他们办这了 那个老人啊 听到这儿啊 已经开始好常人不说话了 就傻傻的听 后来呢 连听下去的耐心也没有了 哎 就说要走 临走的时候 还撇下一句话啊 说是谢谢您的烟啊 哎 我去 我去回家着手了啊 他走了 我信用他去着手了 着手办这事吗 他真听明白了吗 他怎么着手呢 这不是正讲在高潮上啊 也许我们探导探导啊 虽然我是个过路人 瞎出主意啊 总能出点主意吧 可是他听着听着就 哎呀 我觉得我还是不是那种 法律援助者啊 通俗易懂的和这个乡亲们对话 最终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只是一个记录者 把消息发出去 从外围给他们一支持 总之 在这个大巴山 这个山区 深处啊 这场对话啊 我突然感觉 我就是一个什么呢 医学上叫做机无力 看似我有记录 但是我没有一点力量 连抓取的力量都没有啊 那一刻我真的说老话 有点失落感 我说我这样跑来跑去 不也是一种这个老汉的这种 哎 瞎抄抄的一种变种啊 我觉得这些问题 我还不甘心 我得去想 我顺便再说一件事啊 就说我们这个弱势群体啊 老百姓啊 就大家所说的放名吧 他们的那种天然与这个 法律隔膜的那种状态啊 也许我说这话题啊 您不太熟悉 但是有很多访民 这个上上下下走动啊 这事儿 大家是都知道的 对吧 其实呢 他们普遍就存在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 河南省交作市的一个 张小玉 徐有成 哎 这夫妻俩啊 因为家里承包矿产啊 哎 一些纠纷 承包器未到 公社 把他们的这个矿产 哎 承包权啊 就没收了 为此事啊 他们就上访 直至他这个老爹啊 在这期间都死了 年纪大了 死了 你也可以说 他是气死的 他两口呢 就一长年在北京啊 一待待了25年 当然中间也有回来的时候 干什么呢 就是一个心思 到各个部门的国家 部门去 机构啊 去上访 上访的结构 我们不做评价啊 但是他这个上访的行为啊 就难免就触动了一些 有关方面可以对他们进行制裁 你比如说他因为上访啊 被劳教过一年 被抓啊 被拘留啊 控制那么几天的事啊 那是不计其数 25年过去了 到了14年那年啊 我跟他很熟悉啊 我已经我一直在拍纪录片 从北京一直拍到他们老家 我到了西安还在拍 后来我去了一趟这个交错啊 见了他们夫妇俩 我说你们25年啊 我在想一个问题 从来没有走过法律程序 你猜他们说什么 还是刚才那个大爷那话啊 法律没用 官办的 就这类的言辞啊 我说飞爷 您没走过 您怎么知道 他就是你们想象的那种结果呢 至少你走一走 通过请律师走法律文书 走这么一走 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罕见啊 什么东西 这都是有利的武器啊 因为是法院出击的 不管他是调节 还是对你这件事情的评判 他呢都有利于你 推进这个事件的这个 朝终结去走 你们这个上访 25年为什么没有结果呢 最后呢 就成了一种愤青 吵吵嚷嚷 哭哭喊 最重呢 人家就是抓你们 是不是这样呢 时间有限 我简单说这件事啊 接着呢 他们似有所无啊 我立刻给他们介绍了这个 著名律师常伟平 常伟平介入以后呢 仔细的看了他们这个案子啊 觉得有话可说 这案子可以搜法律程序 是有希望的 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绝望 张小玉和徐友诚这个案子啊 实际上 以及他们这夫妻俩实际上 实际上悲剧 下面的事我就不想讲了 他们立刻认可了这个常伟平 聘请了他 但是呢 仅仅三个月 他们在一种被骗 被暴力 这个抓捕 这个过程中啊 动了凶器 最终的结果在三年以后 徐友诚被执行死刑了 哎 这事我真不想讲 因为就是这个结果 目前 我是想讲 就是他们这种盲目的 25年这个上访啊 毫无结果 是不是每一个这个访民们 也都开始冷静下来呢 走一走法律程序呢 我相信有很多访民是这样走的 您这样走就没错 继续走下去 而更多的像张晓玉 他们这种没走法律程序的啊 盲目的这种冲冲杀杀这种啊 我劝其啊 也纳如正轨 把农民的这个天文啊 真正落实在地温 落实在地面上 问问周边 问问你我 问问甲义丙丁武 问问法官 问问对手 对吧 我们在这种交锋中啊 来推进法治 假如我们还是这样冲冲杀杀的 像这个私人这个老人 张晓玉这样啊 那我们就是永远把自己 关在了法律的门外 您别在后边啊 听了我今天这个胡喊以后呢 给我留言 哪有法治呀 这种看似深刻的这个质疑啊 这种话我不听 假如您还要让我解释这一点的话 那就等于我今天白说了 我和您不探讨 总之 我希望一切这个弱势群体啊 得到法律这个神灯的这个指引 想想我们的路子究竟该怎么走 我有一句非著名的这个名言啊 我一直在讲 当有冤民找到我 希望我帮他忙的时候啊 在那一刻 我就跟冤民啊 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冤民的呐喊 就是我的呐喊 我只不过是放大了分贝 我愿意从起跑线上啊 为他们服务 好 谢谢大家